记者王玄清新北报道,新北市郑姓妇人今天上午抱着刚满约女儿登门拜访卢州成功消防分队心怀感激的向分队员陈天行及周明洪道谢 原来今年7月31日,怀孕的她在家发现羊血已破,镇痛频率异常,赶紧请家人报案 消防人员到场后评估产妇身体状况后,当场协助接生,顺利产下一名女婴,在将母女两送一正妇做完月子后,亲自带着女儿向两名消防人员道谢,场面温情感人 新北市消防局第三大队说,成功分队队员陈天行、周明洪接获报案到场,发现孕妇子宫收缩,镇痛频率小于5分钟 已破水,担心移动产妇影响到胎儿,而且孕妇产道已开无止,研判必须现场接生 队员周明洪协助,准备生产处理包及治疗金 陈天行则备好急救器材,戴上无菌手套展开接生超级任务 女婴15分钟后顺利确认母女均安后,赶紧送往医院 新北市消防局说,成功分队陈天行及周明洪 虽然不是第一次出刑产妇接生案件,却是第一次现场接生 幸好平时训练扎实,两人默契搭配良好 政府丈夫说,两位消防人员接生相当熟练 当时还以为是经验丰富 陪伴妻子到院时一问,才得知两人都是第一次现场协助接生 让她惊呼不可思议,也相当感激消防人员让妻嫂平安 请订阅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